美国Apple公司今天公布了截至2023年7月1日的财政第三季度业绩报告 苹果本季度公司营收达到818亿美元 虽然与去年相比下降了1% 但美股贪薄收益却成长了5% 达到1.26美元 苹果服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活跃设备用户数创下历史新记录 苹果首席执行长蒂姆·库克表示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今年6月季度的服务收入创下历史新高 这得益于超过10亿的付费订阅用户 同时我们在新兴市场继续保持强劲 得益于iPhone销量的强劲成长 从教育到环保 我们持续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同时积极推动创新 提升客户生活品质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苹果首席财务官卢卡·马埃斯特里说 与三月季度相比 我们6月季度的业绩同比有所改善 活跃设备的用户数在每个地区都创下历史新高 本季度我们实现了强劲的经营现金流 260亿美元 返还股东超过240亿美元 并继续投资于我们的长期增长计划 苹果董事会已宣布向公司普通股股东支付每股0.24美元的现金股息 该股息将于2023年8月17日支付给截至2023年8月14日收盘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这份苹果第三季度业绩报告带来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公司服务收入创下历史新高 这说明了苹果在提供高品质服务方面的成功 同时活跃设备用户数也实现了新的记录 这显示了苹果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和品牌忠诚度 苹果的高层表示 他们会继续秉承价值观 不断推动创新 提升客户的生活品质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